打开后,请各位就请您 对,我要先说明一下 一般我们都习惯 就会在桌面上或是在你的地方 在你找到地方 我们都会习惯,或也是一样 我们都会习惯点两下,把蚤蚤甲打开 然后看到这个,比如说这资料夹 然后那是两只猫 那我就习惯了,就找到这档案 我看一下,帽帽这样子 同学,千万不要认为这样点两下 就会在Photoshop里面打开 不要这样想,听懂吗? 包括我们这个使用板让你带回去 你也不能够这样开 因为呢,JPG的内定值通常不是用Photoshop开的 它会打开你们家电脑的那个什么 相片的检视器,你再看了解了 所以呢,像这一种的图片 你点两下呢,应该不会用你们家的Photoshop打开 先麻烦你注意一下 你必须要怎么样呢? 先开Photoshop 先把Photoshop打开来 接着再请你到我们的开启旧档这边 好,那请你呢,把我们的资料奖 我们的资料奖抠给各位的 我们已经放在桌面了 对不对? 那么呢,我们上次抠给你的 这个,这是上次给的 因为我们这个呢,在这里面 基本动作 麻烦各位呢,一次把这两张选进来 好不好?一次这两张 先点第一张 好,接着我们要点第二张 对不对? 请你把Ctrl按住不要放 再点下一张 好,你看到第二张也选到了 滑鼠先放 记得再放Ctrl键 好了,把它按开启进来 好,这样子 我们呢,这两张就打开来了 好,我在这边等各位一下 一分钟,请你呢,先把它打开来 然后呢,再照着它的要求啊 再照着它的要求 然后呢,我们再来把它做 它所需要做的工作 好 首先呢,一般的内定值呢 它的内定的情况都是呢 一次让你看一张 然后呢,你要看的话再去切换 按上面的标签啊 这是一种方法 好,那么呢 再来就是说 如果你一次卡卡两张 它要求做两栏式的垂直并排 就麻烦各位到我们的四窗的标签点下去 然后这边有一个排列顺序这里 你再顺着它过来 顺着它过来 我们写两栏式的垂直 因为我们这个图是直的 所以我们就选两栏式的垂直 按一下以后呢 你就随时就看到两张同时都看到了 然后平均分配一下 好,先做到这边 它后面还多了个动作 它说啊,麻烦你做到呢 都是同时缩放到符合四窗的高度的意思 实际上就是说 请你把它放到最大的意思 把每这两张图把它放到最大的意思 那么呢,等一下我们再来做 好,请各位先让它变成两栏的垂直式 好吗 好,怎么做 好,请你暂停一下动作 我们把它完成一下 好,一般来讲 好,如果你只是单纯的去点 这个小手说点两下 好,那我告诉各位 它就只针对于 你看看你选到哪一张 它就只放到哪一张 另外一张是不动的 好,那我们现在再做一次 这时候呢 我们先把滑鼠呢 放在小手说上面 接下来呢 另外一只手按住嘘的键不要放 好,按住嘘的键不要放之后呢 你再把刚刚在小手心上面 点两下的动作再做一次 好,各位你看 同时同一时间 两张就都放大到 从上面到下面的一个情况 放大到最大的情况 那么从上面充满到下面的一个情况 来,交给各位 这样子就达到了它所要求 符合四窗的高度 这高度指的是从上到下这样子 同一时间 那就请各位用SHIFD 进来做 好,那么呢 这样子我们就完成了 它的这个什么呢 完成了它的这个动作 我们的第二号的操作 那么就做好了 做好了以后呢 其实我们这个 并没有做任何的变动 我们只是练习了一下 将来各位呢 如果你开的档案不止一个 那你有什么样的方法 可以去让它做排列 同时看到等等 好,那接下来 我们要复习了一下 上次所练习到的缩放 只不过呢 我们要让它同一时间 同一时间同时做缩放 那我们就是用SHIFD 就对了 OK 好,那么呢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三号的操作 那么各位呢 这个 这两个档案呢 我们其实只是打开来做什么 做了一个缩放的操作而已 所以呢 基本上并没有编辑到它 所以等一下呢 你要把它关掉也可以 收下去都没问题 由你自己决定 那我们接下来呢 进到第五号的练习 影像的旋转练习 这些基本动作 我们一的再把它run一下 来,我们切换一下画面 请各位暂停一下动作 好,OK 那等一下如果要练习 你就先不用关它 没关系 那我想应该 我就直接把它关掉就好了 来 我们的下一个档案呢 就是请各位开这个 歪歪的转了一个 歪歪的这个档案 这一个 那我们把它打开来啊 看一下 好 同学等一下打开来 麻烦您做一件事情 就是说 像这一种叫做原始档 一般来讲 我们打开来 这种原始的素材档 我们一般来讲的 尽量的不要动到它 不要去动到它 所以呢 我们希望各位等一下打开来 因为等一下我们要去编辑它了 的确是有去改到它 所以呢 我们请各位呢 你等一下这张打开以后呢 把它复制一下 把这个档案 不是用另存新档 不需要另存新档 我们直接在forshare里面 把它复制一个 一模一样的出来 好 所以等一下呢 各位打开以后 顺便做一个动作 你到影像这边点一下 这里呢 有一个叫复制 复制 好 OK 那么他问你档 你要叫什么呢 我想我们就不变了 后面让他变copy 多一个copy两个字就可以了 可改可不改 然后 档案名称你可以自己决定 按确定 好 闪了一下 两张一模一样 你看到 两张一模一样 所以你怎么点标签看起来都长得差不多 那么呢 我们呢 复制了一个copy出来之后 代表了 那么我们原始的这个 原始的这个呢 我们就把它关掉 这种原始的素材 我们尽量不要动到它 按小叉叉把它关掉就好 这样子 好 现在只剩下这个copy了 我们就用这个copy来做操作 来 交给各位 请你呢 把这个素材打开来 所以那两只猫啊 你要把它关掉都OK的 因为呢 我们刚刚的操作已经完成了 黄 了 Kash